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冷眼老师 欢迎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关于比特币投资区块链数据相关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的选择就DG9X用顶级思维度的目非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有发生 关注能言让你不再害怕 那么收拾币作为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行业 进入这行业切不可抱一夜暴富的思想 否则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好,先回顾一下昨天的我们一个行情的判断 那么昨天的一个行情是一直走了一波的一个冲高的情况 当时我们在视频里面也是说到了一个情况 要冲向一个五万两千美金到五万三千美金的一个情况 才会出现一个回调 那么昨天一直是出现一波的一个冲高 冲高到了一个 要高的一个位置 昨天我们画出来还画在这里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还画得出来 在这个位置冲高到这个位置 要出现一波的一个回调 这里也是出现一波回调 这些调整对不对 也是在这个视频里面画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应该怎么操作 那么昨天我们的判断是一模一样的 冲到这个五万两千美金到五万三千美金的位置出现一波的一个 短暂性的一个 调涨 调涨 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 我们看 整体一个行情的一个判断 那么接下来这个视频 就会就告诉大家怎么进行一个操作 在这个日内之间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思路 让大家更清楚 怎么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能够 搞清 这个庄家的一个思路 然后赚取更多的一个利润 所以说 现在我们在这个行情可以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它这个 盘面是非常好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 比特币在一个四万九千 七百五十美金的一个位置 那么处于一个 在一个布林带中上方的位置进行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 那 布林带的一个中轨是没有被击穿的一个四个小时级别 我们现在看了四个小时级别的话 它是呈现了一波的一个反弹 但是 很明显它是出现了一个背离的一个情况 出现一个顶部背离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一波的一个回调 一个情况 这是鲁鲁鲁鲁鲁的一个判断 昨天我们在视频里面说到 冲高到一个 五万两千美金到三千美金的时候 出现一波的一个回调 那么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 预期的 那么有很多朋友就问 哎呀 能脸老师你是怎么进行一个判断的 其实这个判断就非常简单 你就沿着那个布林带进行一个操作 就可以循序渐进 能够吃到这一波的肉的 也有很多朋友就说 哎呀 能脸老师我怎么跟你的单 哎呀 为什么我每次跟着单 对不对呢 明明是 为什么我跟你逆着来 就一定会 损失很多 说你不要跟我逆着来 你要跟谁 对不对 你老是跟我逆着来那肯定是亏损了很多的 比较 因为我的上率是达到了一个80%多的一个上率 就是说我在操作过程当中 你不要阻挡 不要影响我的思路 特别是在向一个评论区留言来说 哎呀 能脸老师这个怎么操作啊 你 每个人都来问一下我怎么回答你啊 对不对 说说你又 又理解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我每天照顾你一个 就很难受了 对不对 特别是几十个人 上百个人一起照顾 对不对 说说你要问的严谨意该呀 你不是你一上来就问 你好 你在吗 啊 谁会回答你这个问题呀 任何一个大佬都不会回答你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啊 你看到你你上上级领导你就会问 啊你你像你上级领导好 你好啊 人家会回你吗 人家都不回你的 你明白吗 你要理解 要搞清思路啊 我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 然后怎么判断啊 出现的逻辑操作上的错误是怎么样的啊 这样去理解啊 去搞清这个 湿度 啊自己都定位不清楚 你怎么问个问题都问不清楚 你怎么搞啊 你怎么做单子 对不对 一定要搞清楚 这逻辑啊 跟上我们的社群里面的一个操作就行了 对不对 啊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的一个啊 微信的话已经啊 重新打开了下午的时候啊 应该是 下午6点的时候就打开这个微信 让大家进行添加 如果大家想加入我们的VIP社群 可以添加狼眼助理微信 或者是如果 回复66在上面 视频下方的回复666 或评论留言666的话 可以领取一份一个跟装的之路啊 狼眼会 小助理会发的一个 狼眼的一个跟装的一个策略 还有一个啊 一个草币的一个口诀啊 所以说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添加狼眼助理微信啊 那么 请在北京时间的一个下午的 5 6点 5 6 7 8点的时间 添加啊 如果过了这段时间的话 他就会自动的取消 可能就 加不了了 加不了了 就说明一天之内可能就加满人了 因为 微信的话 添加会有频繁了 他加太多元的话 会加不了啊 所以说大家 能够抓住这个名额啊 那目前的话 这个价格的话 在两个小时级别的话 目前的话 他是在这个不能带中轨的位置形成了一个支撑 大家看到这个支撑位置没有啊 这个目前是在一个支撑位进行震荡的啊 刚才这个位置没有 他在这个支撑位置进行震荡啊 不是很大 那么下方的一个啊支撑位置 你跑到了一个啊 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跑到了一个 4万 47,000美金的一个 支撑位置 所以说他有可能会触及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他继续回调的话 他会触及到这样的一个 47,000美金左右的水平啊 所以这一波的话一个震荡啊 高位震荡的一个情况 属于一个 你看他下来之后震荡一样 向降震荡一样又上去啊 会不会在这个位置反弹啊 这位置反超啊 在不能在这个位置反超啊 说说这位置 这位置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啊 界面的一个情况 说说 如果他跌破这个位置顺势做空啊 一路的进行一个空单的一个选择 那目前的话 保持一个观望啊 因为我们在 昨天做了一个空单 已经顺利的进行一波的一个止盈 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对不对 我在这个位置交代的进行一个空单 然后做空到一个49,500美金啊 刚才已经止盈了一个单 那目前他的这个位置 进行震荡的话 我们就需要观察一下 看他怎么进行一个变化 然后再进行一个单子的一个操作啊 可能是更安全的一个操作 因为吧 我们在一个市场当中啊 你觉得是不是 这样子 先保住本金 然后啊 先操作上面的安全 第二点才是盈利 对不对 你本金都保不住 那你怎么赚钱 对不对 一定要保住 你的本金之后 才选择一个赚钱 一个思路出来啊 所以说这是冷眼经常说到的一个情况 那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一个情况 它是逐渐的进行一个回调的 嗯 在未来啊 可能 今晚之后啊 他可能会触及到一个下方的一个支撑位置 一个47,000美金 一个是4个小时的 不耐力 下轨位置 4万6,000美金 所以说这样的位置都会可能去触及得到的 啊 今天啊 今天 所以大家 不会以为它是真正的一个上涨啊 其实它是一个又多的一个情况 我们要注意观察整个情况的一个变化啊 还有湿度上面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比特币的话 我们再从这个日线级别再看一遍 日线级别的话 它是在一个不能带中轨的一个位置进行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 一直在一个不能带中轨的一个位置震荡 它上方的支撑是在一个啊 又跌下来了啊 昨天 昨天是43,600美金 现在是42,900美金 它一个不能带中轨 下轨位置已经形成一个 支撑是在一个42,900美金的一个位置了 那么上方的阻力其实是在一个57,000美金的一个高度啊 如果它是能顺势突破一个53,000美金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 说说一个 很多的一个操作机会都是在我们眼前啊 说说要抓住很多的一个机遇啊 就是能眼睛很缩大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真的不懂怎么操作的话 在这个行情当中 一定要啊 跟随这个盘面进行一个操作啊 千万不要盲目的在 很危险的位置进场 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是不是在不能带中间的一个位置 53,000美金啊 在一个 45,000美金啊 这个位置进场的话 就很危险这种信号啊 就是导致你不必要的一个亏损 明白吗 就是你赚的是 赚的其实赚了不多啊 然后 亏损的话 亏损了很多啊 所以说 在这些危险的位置进场的话 都是要啊 严格的 啊 控制自己的一个止盈止损的一个问题 保证你在某一个位置进场的话 是个危险的位置 你就在那个位置进场的话 那么亏损的几率非常大 而且 操作的难度是非常大了啊 你能赢的概率是很大了 我们赚钱的话 一定要啊 在自己的一个 升率高的位置进行操作 千万不要乱操作 这是能眼的一个判断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 这样 情况 那目前的话 还是要跟随能眼的一个判断啊 还有可能继续回调到一个 46,000美金到47,000美金的一个 情况今天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个风险 那么节目的最后大家可以添加冷眼 做的微信加我们的VIP社群啊 我们的VIP社群 你有几十元了 目前还有8个名的就进行 新的一个涨价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 所有的朋友啊 如果你不想付费的话 千万不要添加能眼做的微信啊 因为 添加之后啊 可能就 加入那社群如果不加的话 那么就会进行一个 啊 三处拉黑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不要浪费啊 任何一个名额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点关注点点关注点的关注 点的关注啊 请点击小铃铛 我每次发消息的时候 你都能第一时间能够收听到能眼的节目 好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